右手邊,來最右邊 待會還有10號骨牌畫面的媒體朋友也紅黑手 讓我們大家知道一下,好,一起秋澤虎 哈囉,大家好,我是秋澤 謝謝你今天來這裡,來參加這個新式發展會 今天真的很開心喔,因為其實秋澤明天呢 就要出發,開始期盛前往拍戲 特別在台灣,最後一天還來參加愛家獨棋的活動 他們做過很多很經典的秀錶 對於機器的技術也有自己很精湛的工藝 這次的飛行員系列我自己非常喜歡 也很高興能夠這邊來參加這個活動 請員萬年力的萬表 剛剛其實Julie也有跟大家做很多的介紹 你自己今天近距離的看到她有沒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第一個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青銅的錶殼 因為對於手錶的玩家來說 青銅的這個材質是 它可以隨著你使用的過程跟時間來變成她自己會有的樣貌 其實它有點像古董玩錶的概念 再來是她的墨綠色的表面 其實很搭配以前的戰鬥機的一個儀錶版的樣貌 它整個造型非常復古 再來是這隻手錶只有限量250隻 所以今天很難 這個機心的工藝 然後它機心又結合了萬年力 OK 而且尤其這個萬年力的這次機心 又是我們IWC這個非常神人級的人物 幫我們所設計的這一款機心 那其實今天 我覺得飛行員也有過 像剛剛看的那個短片 它的背後其實有一個很熱血的故事 就是他們復原了兩台 以前二戰時期的戰鬥機 因為他們已經很 天氣很大了 那台戰鬥機 所以他們找了很多臨界 跟花了很多心思 把那台飛機打散 然後再重組強化它 有兩台就是從英國出發 用接力的方式環遊整個世界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嗯 飛行表有一種對自由的向往 然後有一種 讓夢想起飛的一個態度 所以剛剛看的那個短片其實 我其實很很感動 就是 就是它有一種 不受束縛 然後 然後 克服任何困難 要向往自由的那個決心 這件事情 我很喜歡 所以想要 想要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 就是挑戰類似上 對 飛行的角色 因為剛才那個裡面的兩個演員 是他們真的開著那兩台飛機去環遊世界 哦 希望有一天你可以 有那樣的故事出現 對 OK 所以同時也要看一下我們前方的媒體朋友 3 2 好 待會兒 我們先來 拍一下 等一下還會留一些時間 讓我們再長的媒體朋友們拍照 來 下包